網傳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現身深圳視察創新產業 在大眾面前近距離進行演說 卻沒戴口罩 公然跟北京的防疫規定 背道而馳 但到了晚上 中國官媒指出 李克強更親自主持 經濟大省省長座談會 李克強的現身也代表 每逢八月北京中央領導人 都會消失兩週的北戴河 休假式辦公 已經結束 只不過李克強在七位常委中 首度現身 是否暗示習近平地位出現動搖 將在今年二十大尋求第三任期的習近平 雖然也再度浮出水面 在中共黨刊發文 習李雙雙肉面 可能代表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 有了初步結果 只不過有消息指出 李克強在黨內受到推舉 而被視為中共喉舌的人民日報 今年五月連續幾天都沒習近平的消息 卻刊登李克強的九千字談話 除非懷疑有黨媒暗中力挺 就連到地方探視不但備受民眾歡迎 甚至還拆穿當地政府安插的群眾演員 疫情清零政策引發民怨四起 李克強也擺明和習近平唱反調 拒絕替北京背書 當前消費需求的確是疲弱 主要是線下的消費需求疲弱 加上中國軟皮的經濟成長 主導經濟的李克強 是否有望藉此站上風 並且挽回權勢 所謂的席下禮尚傳言 是否為真 今年二十大見證長 三日新聞 陳寬報道 三日新聞 陳寬報道